Omma Rābhājā nā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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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师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甚微妙化 百强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出自愿 解如来证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诗经论》是所作的阿比达摩居士论 阿比达摩居士论 阿比达摩居士论 中共有八品 就是现在我们讲第二品 就是分别跟品 那么这里面就是 现在讲这个 按照居士论的这个观点 也就是讲这个 因缘过 就是前面就是讲这个流淫无故 已经讲完了 就是现在正在讲这个四愿 就是四愿 昨天前面呢 就是给大家已经介绍了 就是这个四种愿 就是这个因缘和灯无间缘 然后这个真相缘和所缘缘 就是已经讲了 昨天我们那个前面有一个 叫这个四法 我看就是余界的四法 当下产生余界 产色于五路法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也没有什么错字吧 就是只不过他那个余界 就是监女而已 他前面讲的那个 因果不同这个存在呢 就是这个从四法方面的话呢 不像那个心和心所就是 这个因果错乱也是存在的 比如说那个社界的这个 当下的那个色法呢 就是他就产生了这个 余界的这种色法呢 就是他就当下那个产生 这个余界的色法也有 还有呢就是 禅定的色法和那个 一些这个无路法吧 就是他这里 因为他们那个余部宗呢 就是认为那个禅定 就是我们这个第一禅到四禅之间的 这个禅定呢 就是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无表色 就是无表色 然后这个无路法的话呢 无路的这个戒律呢 就是也是一种这个无表色 就是这也是实际上 是他们的这个观点而已 就是真正的这个禅定和那个无路法 无路戒律呢 就是没有什么色法的 但是他们认为呢 就是这个余界的众生呢 就是当下的产生余界的色法也有 还有这个色界的色法也有 无色界的也就是无路法的这种色法 就是无路法的这种色法呢 就是也可以有的 就是无路法的这个 比如说那个圣泽相续当中的这个 这个无路法的这个无路戒律吧 就是无路戒律的话呢 实际上是也是一种这个无表色 所以呢就是前面的这种这个规矩呢 就是不一定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昨天我们已经这个 刚给大家已经介绍了就是 这个什么是所缘缘 什么是增上缘 就这些都已经这个讲了 就是昨天也说了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增上缘的话呢 就是它就是那么增上缘和所缘缘之间 从这个一般的角度来就是好像那个 所缘缘也是一切这个有为无为法 然后那个增上缘的话呢就是 凡是这个不为障碍一切产生的这些法呢 就是全部称之为叫做增上缘 这样的话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别呢 你们也许我看这个也应该这个看了那个姿势吧 就是姿势里面就是也是从两个方面就是不同的 就是增上缘呢就是它可以这个同时这个就是同时这个产生的 然后这个所缘缘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同时这个产生 因为那个还有这个金部的话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无为法 无为法的话呢金部认为这个无为法呢就是他不能做因和愿 就是然后这个游部宗呢就是认为这个金这个无为法的话呢 他可以做因和愿 他不能做他这个不能这个作为过 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有些这个观点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 然后那个这个增上缘呢就是这个我看 还有这个增上缘呢就是有缘和无缘就是都可以这个作为他的一缘 然后这个所缘缘的话呢就是他只能做那个有缘就是 无缘法呢就是不能的就是我们前面就是那些是有缘 那些是无缘呢就是讲那个第一品的时候也讲过吧就是 比如说那个心的那个心的气节 也就是说是这个一世的这种气节呢就是算是这个有缘法的 就是他可以缘任何外面的这个法就是他可以缘外境的 那么其他的这个无情法就是其他的这些法呢就是叫做无缘法就是 所以说我们前面就是讲这个分二十二种的时候呢就是哪些是这个 这个在十二节当中是哪些是有缘的哪些是无缘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也讲过就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里这个所缘缘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有缘这个有缘 也就是说所缘缘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心心事方面就是讲的就是前面也讲了这个心和心所呢就是作为所缘缘 然后这个增上缘呢就是与之不同的凡是对他不障碍的就是他就不管这个有缘无缘就是这些 就昨天我们就是也给大家就是讲过这些条件就是差别吧 今天呢就是讲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何缘对三世何果起作用就是 那么那么哪些这个缘呢我们就前面讲的一种四种缘 这四种缘里面就是在未来过去现在的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哪些这个过呢就是起这个作用就是 就是从这方面分析的然后这样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都知道这个过去的过呢就是过去的过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缘呢就是对他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是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按照有不重的观点的话呢现在的过的话呢就是这个缘呢就是对他这个起作用 当然这个进步中以上的话呢现在的过已经这个成熟了成熟了以后的话呢你对他就是有因缘有因和缘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作用就是尤其是按总论里面所讲的话呢就是过已经成熟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这个他的因和他的缘呢就是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就是尤其中以上呢就是这样认为的但尤其中呢就是他承认为这个因果同时存在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现在的过和未来的过就是从时间方面来讲是现在和未来 从过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那么现在这个存在的过和未来存在的过呢就是就是我们这个因四缘当中呢就是哪些缘呢就是对现在的过起作用 哪些缘呢就是对未来的这个过起作用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做分析的前面在这个呃从此当中这样说的呃具有相应此二因与一真灭法其作用呃三因僧法其作用呃此外二缘则相反 他这里这个在我们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员当中呢就是四缘就是四缘里面有一个叫做是因缘 所谓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除了能作因以外其他的五个因呢就是全部叫这个呃这个因缘啊就是因缘就这个知道 那么因缘对那个哪些起作用呢就是他这里说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他就包括这个五种因啊就是包括五种因就是具有因和相应因和还有那个呃这个这个同类因 边形因和呃这个疑素因吧就是他就包括五因就是他包括五因就是他包括五因的话呢就是他这里实际上是说是这个因缘起不起作用就是主要讲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呢就是好像那个呃应在这个起作用就是从这方面分析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呢实际上是他就分析那个因缘来这个起作用就是那么他这里说具有因和相应因这两个因呢就是对这个真灭法就是起作用就是真灭法就是还没有灭就正在灭就正在灭的话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过就是意思就是说呃就是因为这个具有因和相应因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呃这个具有因和相应呢就是他是这个都同时就是与他同时存在的 就是这个这个的法呢就是起作用就是这个这个众佛的发呢就是 Denkison 樂の実用性的发 叫作这个具有因 dankison 叫作这个具有因然后这个这个新的群体当中的这个慎和信素조о einzel 这个具有因和这个相应因就是 1987年ラヲ 因为观ric Same, 突然 Gee In, Fourier, postage 而就是これで真在这个灭法呢就是迁 Yν, wāk ido, 零, 六ub, 三 二 二 大 v, dj, Vj, 作ré 屋 Arban Business, Evet就是 CTGPE 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这个星和神熟全部是这个具有因就是那个其实这个相应hearted就是那么他呢就是对政在这个灭法是指定的就是这个这个 啊 就是这个呃这个这个 QXIR 生法就是三因 还有这个生下来的就是 同类因和边形因和异素因 就是这三种因 这三种因的话呢 就是生法起作用 生法是指的是 还没有产生 就是未来的这个生法 也就是说是未来的过 就是他们呢 就是对这个未来的过呢 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所以这两个 就是这以上吧 就是这三个句子的话呢 已经讲了这个 我们这个因缘 缘里面就是四个缘当中呢 就是讲的这个因缘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因缘里面呢 就是他除了能作因以外 其他的四个五个因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因缘 那么因缘呢 就是也有对未来的 这个过去作用的 就因缘当中呢 就是也有部分呢 就是对现在的这个 这个过去过呢 就是起作用的 就是这个以上是这样讲的 然后这个 除了这个四缘里面 要去分析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因缘已经讲完了 下面只剩下了 什么等五间缘和 左缘缘和 还有这个镇上缘 但是镇上缘对这个 未来和现在的 过去不去作用方面呢 他这里没有分析 就是因为镇上缘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凡是那个 他的范围比较广的 就是昨天也 也已经讲了 就是凡是这个 不期一期法 参生的这个过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这个就是 所谓的镇上缘 就是 所以呢 他这里的镇上缘没有分析 然后接下来就是两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等五间缘和所缘缘 就是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下面说 此为二缘 自相反 就是自相反是 刚才前面我们讲这个因的时候呢 就是前面的两个因呢 就是对真面法就是起作用 就是也就是说 对现在的这个国际作用 然后后面的这三个因呢 就是对这个 未来的这个国法起作用 这样讲的 那么下面我们这个 两个缘呢 就是与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相同的 因为下面呢 就是显示那个 对现在的这个国法起作用 然后是对未来的这个国法起作用 但是前面的这个呢 一个是那个等五间缘 就是等五间缘呢 等五间缘的话呢 对未来的这个国法起作用的 然后对那个 等五间缘是对未来的这个国法起作用的 所缘缘呢 就是对现在的这个国法起作用 就是说一说 刚才跟那个前面的这个 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次第呢 就是相反 就是他这里 此为二缘 二缘是等五间缘和那个所缘缘 就是那么等五间缘和所缘缘呢 就是与此这个相反的 就是刚才跟前面的事件相反 下面讲这个 此四缘对三世 对三世和国起作用呢 具有因与相应因 而在对正在灭的现在之国起作用 然后这个因果同时的缘果 因为他们呢 就是承认这个 这个因和国呢 就是同时这个产生的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是这个唯一的 唯一的这个 这个由不宗的这个观点 就是由不宗呢 就是他们承认为是这个因和国 这个关同时存在 那么这个中关义上的话呢 就是他对这个因果同时存在呢 就是讲了很多的过失 如果因果这个同时存在的话呢 就是父亲就是 这个儿子还没有这个什么 这个父亲这个在的时候呢 就是儿子这个儿子和父亲呢 就是应该同时产生 当当就是也有很多的过失 所以呢 就是一般那个中关义上的话呢 对这个事物的产生方面的话呢 它是这个关带而产生 和前后而产生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像是因和因子那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关带而产生的 有些的话呢 就是是这个无则不孙 就是这个因没有存在的话呢 就是他不是不产生 就是这种这个群体 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像这个因果同时存在的观点呢 就是他们这个进步中义上 尤其是大乘总盘呢 就是根本不承认的 就是我们人们的这个心理 也是经常这样认为的吧 但是他这个因果同时存在的 有些关带法的话呢 就是现在的有些无理学家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比较这个相同的 也有一些部分 这是那个前面讲的这个 具有因和相应因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具有因和相应呢 就正在这个 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现在过呢 就是起作用的 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这个同类因和变形因 异素因三者 对即将生的未来的这个过呢 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同类因的话呢 就是他同 就是同一个事物呢 就是不断的这个产生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肯定是对这个未来的过发起作用 然后这个变形因的话呢 就是烦恼产生烦恼呢 就是肯定是对未来的这个过发 这个起作用的 还有异素因的话呢 就是今次当中这个造的这个 这个三业或者二业的话呢 会在即生当中 会在下一辈子这个 会在这个再来世的时候成熟的话呢 这也是肯定是这个 世间这个对未来的这个过去起作用 所以这三个因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 如果缘里面就是包括这个因缘里面嘛 就是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同类因和变形因 当时无有间断便能胜果 而异素因呢 就是再是后来这个产生 就是才产生过的 就是所以他这个异素因和他呢 就是有点差别 变形因和这个同类因的话呢 就是他就无间断吧 就是中间就是没有个这个 其他的这个事物 就是当下就开始这个 产生他的后面的这个过 而这个 而这个异素因的话呢 就是不相同的 就是我们这个今天造业呢 不一定是今天这个成熟 有些是今天成熟 所以呢 现在很多这个人呢 就是真是这样的 这个因和过之间的关系 就是搞不动 就是现在很多人 现在这个造三业 现在马上成熟呢 他们可能只懂到这个 同类因和变形因 就是他不懂到这个 什么叫做异素因 异素因的话呢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这个农民呢 就是中庄稼一样的 就是中间就是各一段时间 才可以这个成熟的有些因 就是在这个世间的 万事万物的这个上面呢 就是不一定是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 我们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也是 有些呢 就是现在马上成熟的 有些呢 就是还是要各一段时间才成熟的 就是这些现象呢 也应该知道的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是对这个 未来的这个过法起作用 就是这是刚才前面 就是我们这里面 直接没有说 实际上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因缘 就是寺院当中的这个因缘 然后除了因缘以外 他这里已经讲了 就是因为这个因缘的话呢 就是它就包括五个因呢 等无间缘与所缘缘产生这个过的方式呢 就是与前恰恰相反 就是与这个前面 怎么相反呢 因为前面呢 就是先那个 对这个现在的过法起作用 然后对未来的过法起作用的 但这里呢 不相同的 就是等无间缘对未来的这个 对未来产生的过呢 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所缘缘对正在灭的 这个现在的过呢 就是起作用的 等无间缘是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等无间缘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提供 就是它那个当下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它那个所有的这个 新和新所呢 就是方面就是等无间缘 是可以这个案例的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没有这个案例的 因此呢 就是它对这个未来的这个参生过呢 就是提供一个寄缘 就是所缘缘是 于这个新和新所 这个制作之缘过 就是新和这个新所方面 这个制作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那么所缘缘呢 这个新和新所 它这里呢 就是讲这个 所缘缘呢 就是对正在灭发 这个起作用吧 但这个据舍论的大书里面呢 就是记得好像有一个 这个这样的这个问题 因为它这里说是 这个所缘缘呢 就是正在这个灭发起作用 这样的话是 我们前面不是讲这个新史 新史呢 就是它可以缘 未来 过去 现在就是 它可以这个三个事件当中 都不是可以缘嘛 那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是 这里这个所缘缘呢 就是安理为这个 唯一的这个 现在的过发起作用 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是知识里面 还是是那个大书里面 就是凡是我记不清楚 你们这个小脸 以后大书 可能你们就是没有这个资料 就是但这个知识也有的 就是你们看一下 它就是 它就是回答的时候呢 就是有两种原因 就是一个呢 就是它这里这个所缘缘 是对现在这个为主 就是现在呢 就是比较这个主要 就是所以呢 这个这里面 为什么是安理为唯一的 这个现在呢 因为本来这个所缘缘呢 就是它可以这个一世呢 远未来过去 现在都可以 就是所以为什么是 只有这个现在 这个对过发起作用呢 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是这个现在呢 就是必为主 就是现在为主的原因 就是所以这个过去和未来呢 就是它不是很主要 就是它这样安理的 就是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说是那个 由不宗呢 就是说是那个未来和过去 就是性可以缘 就是但实际上呢 未来和过去呢 就是与这个现在所缘 没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由不宗呢 就是认为这个过去 也是这个存在 就是现在也是可以存在 就是因为过去 以过去的方式来 现在存在 未来呢 就是以未来的这个方式来 这个现在存在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 大成以上的话呢 就是未来已经这个 没有这个产生 就是过去已经过去了 就是所以这两个事件 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由不宗呢 就认为是这个 未来和过去 现在都可以存在的 所以现在要缘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未来过去 都是应该这个 有这个所缘的这个作用 就是所以呢 在这里面为什么说是 这个所缘缘呢 对现在的这个过去作用的 主要原因呢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呢 就看看如果是按大书里面说的话呢 就是按我的那个说法 就你们理解就可以 就是打上一些这个注释啊 因为以下的话呢 我们第一篇一项的话呢 最好是你们自己这个 就是或者是这个写一些笔记啊 写一些注释啊 就是有些不同的观点吧 就这里面讲了 我所说的这些都是 你们记 心里面记住就可以 但是有时候呢 就是我可能就是 对这个宗派与宗派之间的 不同的一些说法 这方面呢就是稍微可能就是 以后呢就是 于是给你们提供一些 打开思路的一些 一些这个材料 或者是这个智慧吧 就是这方面呢 就是你们自己这个记下来就可以 因为我们真实这个讲一段 有时候我都想 现在真实那个 还是有一些那个材料啊 就是这样的话 是对以后研究居舍的话呢 就可能比较方便 那一方面的话呢 如果是有什么其他的录音啊 就是这些的话呢 现在这个居舍论跟密法不相同的 以后其他的人听说的话呢 就是也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按那个唐僧的翻译呢 现在的我们这个人呢 就是原原本本的全部要理解的话呢 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就是恐怕有点直接理解起来的话 是很困难的 看你们那个颂词和这个 慢慢对比一下 大概大概可能是动非动的 但是很多地方呢 就是也不太动 就是可能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前面呢 已经讲了这个 这个合缘就是善事 就是他颂词里面 就是科判里面说是善事 但是过去的这个 这个过呢 就是其作用方面就是没有分析的 实际上是只有这个未来和现在吧 现在就是 然后何时法有几个缘产生 就是那么任何法有几个缘产生呢 就是下面就分析这个问题 四缘生主信心所以三缘生二种顶 他法则有二缘生 非自在此底 非自在等此底骨 他这里说 下面是有那个 哪些法呢 就是有多少个缘产生 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上面我们讲的这个四缘当中呢 就是可以产生心狠心所 就是心狠心所产生的话呢 上面讲的这个银缘和 然后这个灯物间缘和增上缘和 所有缘全部都这个居足 然后以三缘生二种顶 就是那么前面我们讲的灭经顶和 什么就是灭经顶和无相顶吧 灭经顶和无相顶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除了左缘缘以外的 其他的三个缘可以产生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除了心狠心所产二顶以外 其他的一些不相应性啊 无情法啊 这些的话呢 在这个四缘当中是 由两个缘来可以产生的 就是由两种缘来可以产生的 因此说呢 并不是外道所说的那样 大自在当万事万物的因 应该是他们是次第而产生的 应该是这个四缘当中 也可以说是四缘当中 或者是五一六缘当中产生的 这个颂词可以这样解释 下面说 若问任何法有多少缘产生呢 以四缘能产生一切心和心所 就是我们这个心和心所的话呢 实际上四缘都可以具备 就是它的这个产生呢 第一个能作因以外的 能作因以外的无因中任何一因作为因缘 就是那么我们这个能作因 这个能作因呢 大家都知道刚才这个因缘里面是没有包括的 能作因以外的其他的无因当中任何一个因呢 就是都可以产生这个心和心所 比如说这个异素因呢就是也可以的 然后这个同类因呢就是也可以产生这个心 变形因呢也可以产生 在这样的话还有呢 其他的这个因呢就是也可以产生具有因和相应 更不用说了就是 那么这个全部都可以产生性和心所 就是前面的心心所作为这个等无间缘 无精或一法一切法作为这个所缘缘 除自己以外的法作为正上缘产生 就是所以这个心和心所方面的话呢 你看那个前面的这个心和心所 产生这个后面的心和心所的话呢 这叫做是等无间缘 然后呢就是五种色身相位或者是一切法呢 就是实际上是也作为这个心和心所的这个所缘 就是所缘之一 这样的话呢那么除了这个自己以外的 就是对他的这个产生不弃障碍的 增上缘呢就是也可以产生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心和心所呢 实际上是这个四缘都可以具足 就是四缘当中可以产生心和心所 就是这个就是心和心所呢就是可以产生 然后除了所缘缘以外的三缘呢 产生那个无相定和灭经定 这个所缘缘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不中呢 就是认为这个灭经定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所缘缘 就是因为它不是这个心和心所 我们前面讲的所谓的这个什么 这个所缘缘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心和心所方面的就是安利的 然后这个灭经定和无相定呢就是前面我们讲那个得法 就是也就是说是不相依性的时候也讲过就是 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不是这个心也不是这个心所就是 就是因此呢就是所缘缘呢就是没有的 所缘缘以外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因缘和灯物间缘和增上缘就是 就是这三种缘可以产生无相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灯物间缘可以产生呢 加心如定依赖于心之果就是灯物间缘可以产生 为什么呢 因为它加心如定的时候它可以产生 那么这个说法也是这个有不中的说法 有不中就是他们这样认为的就是 就是它认为那个这个灭经定和无相定 灭经定和无相定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它是这样认为的就是 它前面呢就是可以这个心来产生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灭经定和无相定呢就是 它是这个由这个什么 这个灯物间缘所产生的 但是它自己呢就是不是灯物间缘 就是它这里还是有一些分类的 比如说如果是它自己是这个灯物间缘的话呢 就是它自己是心和心所 它可以产生那个下面的这个心和心所 但是他们有不中认为呢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入灭经定的时候呢 就是第一刹那就是入灭经定 然后中间就是很长时间呢就是 它没有这个心和心所 最后呢就是原来的第一刹那 就是产生后面的这种果 但是这个是因果上面的比较大的矛盾 就是这是这个由不中呢就是 还是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一些这个说法方面的这个 就不太这个理解的地方吧 但是他们认为呢就是 现在这个灯物间缘的 也就是说是灭经定的话呢 是灯物间缘所产生的就是 所以叫做是灯物间缘者 灯物间缘者可以说 但它自己呢就是不是灯物间缘 因为灯物是灯物间缘的话呢 它的本体呢必须是这个心和心所 因此灭经定和无相定呢 它的本体不是这个心和心所 因此呢他们认为就是 灭经定和无相定呢就是 不是灯物间缘的本体就是 是灯物间缘所产生的就是 因此呢他们是不是灯物间缘所产生的呢 就是他们认为是灯物间缘所产生的 为什么呢因为灯经定和无相定的第一差 实际上是心和心所产生的 这个呢就不用重复了 所以他们的有些说法呢 我们还是要理解就是很重要 这是灯物间缘可以产生的 为什么呢就是 加心这个入定依赖于这个心就是 他那个就是入灭经定和入无相定的时候 他的加心呢就是还是依赖于这个心和心所 所以呢就是灯物间缘所产生的 但他自己的本体呢就是不是灯物间缘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除了心和心所语二定以外 这个生语的其他不相应性 以及一切这个四法吧 就是四法他这里的四法呢 指的是无情法方面的法 就是全部呢就是由因缘和正上于二缘所产生的 就是刚才那个他法则有二缘生就是 这个增上缘和因缘所产生 因为他们的这个心呢就是不依赖于这个心 或者说是这个无情法的缘故 有时候他们我昨天也讲了 他那个不相应性统统成为这个无情法 《据述论》大书里面就是说是 心以外的法叫做无情法 这个时候就是不相应性也是包括在这个无情法当中 然后有时候这个无情法除了这个 也就是说是无情法的话 除了我们的这个不相应性和 然后这个心和心所 除了这两个以外的没有生命的这些法呢 就是叫做无情法 所以按照有部宗也是 按照《据述论》大书里面的话 所谓的无情法指的是心和心所以外的 我们平常也是这样吧 七世界和有情世界或者是 我们讲有即所舍之法吧 有和即 有里面包括所有的万事万福 万法里面就是心和心所和外境 外境里面所有的无情法都可以包括 就是如果这样分析的话也可以 但他这里面就是这个不相应性是分开的 不相应性和还有一些无情法呢 就是无情法的缘故 因此以私愿产生的数量是确定的 就是万事万物产生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以私愿而产生的 就是不多不少就可以了 就是所有的有情法和无情法 全部都是可以由这个私愿来产生的 然后呢就是再不用这个外道这个所承认的这些观点 而不许是由大自在天 或者这个登子所包括的这个主尊啊 还有那个相续啊 相续常有这个产生的 外道呢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编辑法 就是说是有些是这个常有自在的这个我产生的 有些说是这个大自在这个产生的 有些说都是常有的世间产生的 就是我们这个讲这个如中论吧 就是如中论当中呢就是将这个抉择我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破了很多这个外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邪说 但实际上呢 如果这个小乘只是按自己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小乘他自己呢就是承认这个三世常有 三世常有的话呢如果以这个大乘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有些这个三世常有的这个角度呢 就是与这个外道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啊 就是有些这个大乘的论典呢 就是也跟那个小乘 因为小乘呢就是他未来过去现在呢 就是这个城市存在的就是 然后就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 是不太合理的地方也是有的 但是呢他这里说是我们这个万事万物呢 实际上是依靠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流营这个寺院 而这个产生的 并不是你们这个所讲的这个所谓的 有些说是微臣产生的 有些说是这个大自在产生的 有些说是什么遍地天就是产生的就是 产生的就是等等就是地识天等等 这些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合理的就是 因万法呢就是次第而产生 或者是偶然产生的就是 偶然产生的话呢就是 他这里偶尔就是暂时因缘聚合的时候呢 就是才产生的 还有呢就是它是次第而产生的 所以呢就是并不是有其他的造物的 或者是造作者的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意思 就这以上呢就是分析那个 就是整个这个万法呢就是 由哪些这个原来产生的就是 整个心法和心法以外的法呢 就是产生的这个因已经讲完了 前面呢就是讲这个 我们这个大众和大众所造 就是大众和大众所造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是讲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讲的呢 大众呢大家都知道就是 地水火风就是叫做大众就是 然后大众所造的话呢 大众这个所造呢就是 那天我们前面讲第一品的时候也是学过 但是它这里面就是大众所造的话呢 主要是色声香味吧 它这里色声香味里面主要是 如果有声音的话呢就是有五种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声音的话呢 就是香味出就是这几个 就是然后那个色香味出吧 就是色香味出这几个叫做大众这个所造 因为为什么叫大众所造呢 大众里面就是产生的就是 就是有了这个地水火风的这种大众以后呢 才产生这个有它的这个香啊 味道啊色啊等等就是这样出现的 因此它这里呢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 就是讲几种关系 比如说大众里面这个产生大众的话呢 就是有哪些因来产生的 然后这个大众产生大众所造的话呢 就是有哪些因这个产生的 然后这个大众所造产生大众所造的话呢 就是有哪些因来这个产生 然后大众所造呢就是产生大众的话呢 就是有哪些因来这个产生 因此这个俱舍论呢就是 有时候是内容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呢有很多话要这个说明 不然的话我们有些这个警告道友呢 就是这个考试的时候也是只有一两句话就已经这个够了 但是我都有时候是一句话要说半天就是自己心里面才满足 有时候我会去的时候都是明死哭泣 是不是我太啰嗦呢就是那些警告道友很有智慧的 但说一句话就就全部都已经说完了 我是好像就觉得是这个一句话也是 就要这样半天以后就在自己心里面就是觉得比较满意 不然这个这个俱舍论呢就是是不太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学问有点不太这个相同 就是像那个戒律的话呢就这个不准就是就说完了就可以了 但是他这里面呢就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一句话呢就是要牵涉到很多这个问题 就是大众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大众与大众所造之间的这个关系 然后大众所造和大众所造它自己内部的这个关系 然后这个大众所造产生大众之间的这个关系 他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多少原来这个产生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 下面所以那个事情论师呢就是这些万法的这个本体和中相 就是中相和体相分析得非常清楚呢也是这个就是 如果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闻思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也是对万事万物的判断呢 非常这个详细的就是很这个细致的 不仅是现在那个外面的这个唯物论就是对这个万法的外境 这个有这样这个详细的这个认识一样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类型世界呢就是也有同样的这个判断和分析就是 所以如果这个据事论真的生起一些定解的话呢就是 对这个分析我和对这个整个佛法呢就是 还是起很大的信心就是 所以他这里说这个大众做大众因有两种就是这个大众这个 做这个大众的因的话呢就是有两种缘而产生 就是有两种缘而产生 然后这个为大众造就是他这里这个大众所造就是产生大众的话呢 就是有无因 就是他这里这无因呢实际上是这个增上缘里面的这个无因 就是不是其他的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无因就是 就是经常所谓的这个无因都是不包括就是 大众所造就是如果产生大众的话呢就是 这是那个有这个无因就是五种缘就是五种因 五种因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增上缘的 然后这个大众所造就是产生大众所造就是 他那个复相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复为这样的话呢 就是总共有这个三种因来产生的三种因来产生的 然后做大众就是大众所造呢就是产生大众的话呢 实际上用一个缘就是一个因来产生的 所以这个银河园里面就是有多少个这个因缘呢 就是产生这个大众方面的这个分析是这样的 他下面呢我们这样分析吧 就是此外若有人闻 就是这些据手论的这些法呢就是 颂词上讲真的有点那个 就是你在这个解释的时候也是不堪任何讲义 就是光是那个颂词上面这个考试的时候是有点点困难 就是有了讲义的时候光是讲和理解呢不是很困难的 但是你这个心里面一一记下来的话呢很容易忘就是 以前呢比如说你两三年前就是把这个据手论学得特别特别好的也是 在过了几年的时候呢就是容易忘记就是有这种这个差别 他这里就是此外有人问 如果说他法则有二缘生 那么指的一切法是有因缘与增上缘所生的话 那么这个色法必定是有大众与大众所造两种 就是他这里一切法呢就是由这个上面讲的这个因缘和增上缘 就是除了这个心和心所以外的法呢 就是全部是由这个因缘和增上缘两个产生的 这是我们前面刚刚已经学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色法的话 必定是他就分一个大众和大众所造 大众所造就是其他大众和大众所造为大众 以及呢就是其他大众所造的因缘 增上缘的方式是这样的呢 他下面呢就是分析吧 就是大众作为大众的这个具有 就是他这里这个大众作为大众的因 就是大众作为大众 也就是说是大众呢就是作为大众的因的话呢 那么有多少缘这个产生呢 就是多少云呢 有具有因这个和还有这个同类因 就是同类因 即大众所造作自己的同时的大众的这个具有因 然后前面大众作为是后面大众的同类因 就是他这里就是前面不是这样的 这个作大众因有两种就是 作大众因有两种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滴水火风呢 就是他自己产生滴水火风就是 他不是产生那个大众所造就是 滴水火风他产生滴水火风的话呢 一方面滴水火风当时他自己这个附像这个 在他的这个群体当中存在的这个滴水火风呢 也对他这个起作用就是这个是这个具有因就是 然后这个因为这个响应呢肯定没有的 响应应是我们性和性素方面的 变性应肯定没有的 变性应是这个烦恼方面的 异素因肯定没有的 异素因呢就是善和恶方面来这个成熟的 但是大众的这个群体当中是不会有这些的 所以呢就是大众如果这个大众呢就是产生大众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第一个这个具有因这个存在的 然后第二个同类因呢就是存在的就是 同类因为什么存在呢 因为这个大众比如说地产生地 这个水产生水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同类的因呢 就是产生同类的这个果 因此就是大众这个产生大众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因就是有两种因 就是他不会作为变性因 因为不是烦恼性的缘故 也不会作异素因呢 既不是善法也不是不善法的缘故 又不会作相因因是无情法之果 就是这个比较好懂 就是刚才那个大众产生但中呢 就是除了这个这两个因以外 就是其他的三个因呢 就是都不能做的 因为就是都不具这个法相的缘故 就是这是那个 刚才就是做大众因有两种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为大众所造之无因 就是下面就是解释这个 大众如果产生大众缩造这个缩造色 就是比如说这个大众这个低水活风呢 就是他产生那个大众缩造的色啊 或者是相啊味啊处啊 他这里只说是大众色 大众缩造的色 大众如果产生大众缩造的这个色法的话呢 那么作这个作为这个因缘的方式呢 就是无需观察就是做这个因缘 做这个因缘的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必要这个观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众这个 他这个产生大众的色法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因缘呢 就是因为前面已经这个 除了能作因一缘的其他的无因就是包括的 就这样的话呢就是 像那个相应因啊异素因啊 就是这些都没有这个必要去观察的 然后就是大众这个产生那个大众缩造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具有因呢就是也没有的 然后这个相应因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有的 相应同类因呢同类因呢也不可能有的 因为原来是这个大众就是现在大众所造的话呢 所以这个因缘呢就是不需要观察 也就是说是不可能有的就是无中因是没有的 那么无中因没有的话呢一个因缘也是没有吗 就是并不是就是他这个增上缘呢就是可以有的 就是所以这个大众这个低水活风就是他就产生一个这个相位处 就是大众所造的时候呢就是他前面所讲的这个缘呢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是因缘呢就是不存在的 因缘没有的话呢就是灯物间缘和其他缘呢就可能也没有 但只有这个增上缘就是他这里说能作因作为增上缘的方式呢有五种就是他这里能作因呢就是分了这个五种就是那五种呢就是即使大众作为大众所造之大众呢就是作为大众所造之因的这个神因 主因 主因相同因和所因和正上缘就是他就在从那个能作因就是能作因方面也可以说或者呢就是增上缘 增上缘方面分的话呢就是有五种因就是五种因因此这五因呢就是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五因就是他这里这个作为这个神因和主因和相同因和所因和增上缘 那么这五因的这个理由为什么是这个大众产生大众所造的时候呢就是作为这增上缘里面的这个这五种因呢就是他就下面把这个理由给我们讲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大众这个产生大众所造的时候呢他可以做他的这个圣营 为什么做他的圣营呢大众形神大众所造就是他可以做这个圣营原来是这个大众就是低水火风然后呢现在就变成了就是这个色啊相啊味啊就是出啊如果 如果有圣营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圣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变成了就是他的这个因因此这个心生的因就是不是那个能作营和同类营啊这些都不是能作营应应该可以说吧就是大众这个因为这个大众呢就是产生了这个大众所造就是所以说他可以叫这个圣营然后就是大众能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大众能使大众所造不减断就是刚才那个大众呢就是他把这个大众所造呢就是不减断的起作用 因此这叫做这个主营就是主营就是主营 还有呢就是可以做这个相同营就是为什么做相同营呢大众所造 随着大众这个增见而增见如果这个大众增见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大众所造也是随着他那个就可以受这个影响就是 因此呢就是他这个相同营就是大众呢就是随着这个变化的话呢那么这个大众所造也是这个随着他会这个受变化的 这是那个就是相同营的这个缘由 然后就也可以做这个呃呃就是说一音啊就是说一音为什么做说一音呢 大众所造依靠其他大众就是呃他呢就是大众所造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依靠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大众就是刚才那个地水火风呢就是依靠这个他的这个和其他的这个大众就是 还有可以增上应就是大众使大众所造呢就是越来越增加就是让他这个增加就是 所以呢他在这个能作缘方面也就是说能作应的增上缘的方式来就是分了这个 在五种分了就是在五种就是这个呢就是可以可以用的 所以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一个是大众这个产生大众的时候什么样 然后大众产生大众所造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下面呢就是解决第三个问题了就是如果大众所造产生大众所造 在具有音和同类音和异俗音三者就是 那么具有音怎么有呢 大众就是在四大群体当中产生的禅定 以及这个五露皆知其端相无为应 就是那么大众所造于大众所造 就是大众所造于大众所造的话呢 那么应该这个色相为处就是这些 那么色相为处的话呢 比如说那个地色活风的群体当中所产生的禅定和五露戒律吧 那么五露戒律的身体和语言的这七端 这七端的话呢就是那么有部众认为这是色法 就是无标色就是他们认为是禅定也是无标色 五露戒也是无标色那么这个既然它是随性戒就是 那么这个色法与色法呢就是互相起作用 比如说这个禅定的话呢身体的这个 断除恶业的这种色法和然后语言就是断除这个语言的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不说这个禅定语然后呢就是不说这个网语 不说恶语呢就是这每一个都是这个都是这个色法 就是都是这个色法那么对这些这个色法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大众所造大众所造与大众所造 他们之间呢就是还是这个起一个什么就是具有影的这个作用 就是互相有帮助的这个作用就是这这当然是这个 这个由部众这样认为的不然的话呢 戒律呢就是色法呢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就是一般的话呢 就是都不承认的就是戒律这个承认色法呢就是都不承认的 但是由部众呢就是他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这是这样的就是这是这个大众所造大众所造之间呢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具有影的原因是这样 然后同类影呢就是色法的色法所所的前后就是同类产生散发等 比如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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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标色的这个散发呢就是产生这个 这个后面的这个优标色的这个散发的话呢就是这些都是这个色法产生后面的 这个就比较好懂吧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个优标色也好优标色我们这个磕头的时候的这个树影呢 然后产生这个后面的这个树影呢 这些都是这个包括在这个同类影就是产生同类影 然后这个异树影就是诸如有优标色与优标色的 有如散发与不散发分别产生散去和恶趣的这种严等 或者是这个他的身体就是刚才这个呢就是称义硬吧就是称义硬的话呢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优标色和无标色呢实际上是大众所造就是 这优标色和优标色呢就是都是大众这个所造 那么大众这个所造的这个这个如果我的这个优标色和无标色做的这个散发的话呢就是将来就是产生什么呢就是将来这个在这个散去的也是这个大众所造 群体当中的这个色法就是比如说这个严根我的这个严根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低水活风所造的一种这个色法就是 我们这个像那天像的这个福摩花那样的这种严根的话呢以前我这个造的这个三叶就是 以前的这个无标色的或者是优标色的这个三叶呢今天这个形成了我的这个严根的这个色法的话呢实际上是这叫做是异俗因就是 因为我前面就是造的这个三叶和恶业或者呢就是我即生当中堕入这个恶鬼 堕入恶鬼的这个严根的话呢就是是这个以前的就是造的这个恶业的无标色呢或者是优标色或者是无标色呢就是产生那个恶鬼的这种这个严根就是严根或者是他的身体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些都是大众所造产生大众所造就这就是异俗因这个产生的因此这样分析的 如果大众所造作为这个大众之影就前面是大众所造作为这个大众之影呢那么这是唯一的这个异俗因除了异俗因以外其他都是没有的 因为即生的三不善业有标色产生后世的这个异俗生的这个跟群体当中存在的这种大众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 他说是那个就是大众所造产生大众吧就是大众所造的这个即生当中我这个做了这个善和不产有标色的这个色法吧就是那么依靠这个色法呢就是这个来世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群体当中的这个大众就是也就是说地水活风吧 那么这些呢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异俗因就是 除了这个异俗因以外其他的什么同类因啊 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的就是这个这样分析的 下面就是广说等无间缘分散第一分析十二种性 第二分析二十种性 然后第三呢就是观察十二种何则心得 所以下面就是讲等无间缘呢 《俱舍论》第二品里面稍微就难一点 但是我们有了讲义的话也并不是很难的 所以他那个二十种性和互相有没有心得 他那个心得方面的分析稍微有点难 然后正式宣说十二性和对应这个缘的有缘就是法 第一个呢就是他就首先就是要知道就是有这个十二种性就是 欲戒三月不善心 犹夫一戒无负心 色戒一戒无色戒 除不善为二无路 他这里这个欲戒呢就是有善心和不善心和 还有这个犹夫无激发和无负无激发 总共有四种性然后这个色戒和无色戒的话呢 除了就是前面的不善以外就是 还有这个每一戒都是有三个性就是 有这个三性和有负无激发和无负无激发就是 只有三个就是这样一戒的四个性 加上上面的色戒的三个性和无色戒的三个性 就是总共有十个戒 再加上无路的两个性就是无路的两个性 这样的话涅槃方面的有两个性就是 轮回方面的有十个性就是总共有十二种性就是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在众生的这个性呢 就是有十二种性就是 既然说心与心所一切发 那么到底心所有多少种呢 心有十二种就是心和心所这样的话呢 就是心是有十二种 即使遇见证度善不善有负无激发和无负无激发四种性 这个善行和不善行和有负无激发 前面讲了怀俱见和辩知见 这个无负无激发下面所讲的欢性啊 什么公桥啊等等这些性就是 总共有四种性然后色戒和欲戒除了不善行以外 因为上面真正的不善行是没有的 只有烦恼行的烦恼行就是真正的不善行 真正的不善行前面所讲的无产无愧的这种不善行是没有的 以外其他各有三种性这样的话 总共有十种性嘛再加上是有学道和无学道的无路性 就是这两个性加上的话总共有十二种性 下面就是对他们的对应和具缘方法 那么那一性与后面立即产生具有无间等性呢 它等无间缘方面的性和性所产生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前面这些欲戒的性 或者色戒的性和无色的性要产生后面的性的话 有什么样的分类呢要通到八十来了知 那么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必须我回去翻一翻资料 有一个人是这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的 不管有没有什么规定我回去要翻一翻资料 所以我们要产生一个性的后面产生其他无间的 产生其他性的话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应该有通过八个世间来能推迟 弄八个世间 那八个世间呢就是 八十即是 相续是 同地是 皆生是 如定是 出定是 然无定所必劳是 但这个是唐僧翻译的 什么 然无定所必劳是 然后如华性是 出华性是 就是 如华性 出华性 这个下面每一个都有解释的 我们先简单地讲一下 每一个它这里有八种世 我们这个心产生后面的心的时候 实际上你要认识八种心 八种心里面第一个是相续世 什么叫做相续世呢 同类前面的心产生后面的心 如三心生三心 这叫做相续世 相续世的话 比如说我们前面的信心产生后面的信心 这叫做相续 它的相续不断的 这叫做相续世 然后同地是 同地是的话 同一个地就可以了 它的相续不一定 比如说我前面产生那个信心 然后现在生起嗔恨心 又生起贪心等等 这样的话 心的种类不是相同的 这叫做是同地心 但是相续世不是相续世 不是相续世产生的心 同地时的心 心的种类不同 的确相同 也就是能产生其他的心 诸如欲界的心无间地产生出自地欲界化心以外 欲界的心比较薄弱 所以它就不算的 因此除了欲界化心以外 其他的心吧 凡是在欲界当中产生的 任何一个分别量 全部都包括在同地时里面 同地时产生 善心 善心产生恶心 恶心产生善心等等 各种各样的心产生 实际上它是相续世不同的心 但是是同地时和产生的心 然后下面讲戒生时的心 戒生时的心从死有戒生到中有 从中有有戒生到生有 戒生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意识 我们那天讲前世今生论的时候也是讲过吧 戒生的话 比如说他的意识 我们这里面人死了以后 马上他就戒生到母亲的胎当中 或者他戒生到无色戒当中 这叫做戒生的时候的心 那么从苏先死有戒生到中有 中有又戒生到生有 生有的话指的是现在世间 比如说先死了 死了以后变成中有生 中有生以后变成现在 那么一般俱世论当中中有 死有 生有 还有本有 中国有四种有吧 《中影侨诀》里面有六种中影 它这里一般有四种有吧 他这里的戒生士 戒生士指的是生有 他这里是从死有到中有 然后从中有到生有 死心有除了二无路 家心善 还有公巧心 化心以外的 就是他这里死心我们这个人也好 人和众生死的时候就除开几种心 除开几种心的有几种比如说有些是以居生 善来死的有些是不善心来死的 有些是由佛无极法来死的 有其是无佛无极法来死的 他那个死心有各种各样的 他这里是这样的 那么死心除了二无路心 二无路心上面死的是没有的 有虚和无虚的这种无路心上面死的也没有 然后这个加行善就是 加行善就是闻思修行的加行善行 这个上面死的也是没有的 一般人死的时候应该在居生善的心态上死的 不一定是人吧 众生吧 然后还有公巧心上面死的也没有的 还有化心上面死的也没有的 除了这以外的居生善和居生善 诸如前面所讲的大散敌法 然后不善法比如说慧惧间的心态上死的 有佛无极法诸如根释还有威仪 威仪是除了刚才前面的化心以外的 法心和公巧以外的其他的一般威仪吧 这个威仪应该是无福无极法 就是它以这样的心态上面死的也有 这是死的时候心态讲的 然后身心吧 身心是所转生的那一地的烦恼心 如果是从下界转生到上界 那么在死心是居生善和无福无极的心态上面死的 身心就是有福无极法 然后从上界转生到下界的话 那么死心是善法 有福无极法以及不包括公巧和化心 无福无极法而生的 它那个身心方面讲的 然后身心是烦恼心 它一般那个身心不管怎么样全部是烦恼心 烦恼心你凡是三界轮回当中转生到哪一个的话 它的身心毕竟是烦恼心的 从子弟转生于子弟在死心时善法 那么身心如前面一样还是烦恼心的 有血和无血而无露心不可能有身心和死心的 因为它不包括在轮回当中 它是无露心吧 有血道的心和无血道的心 这两个心都是包括在无露法当中 无露法不包括在三界 三界不包括的话 它这个身和死是没有的为什么叫轮回呢 轮回就叫生死嘛 所以它这里死心有这么几种 身心应该在烦恼心上面产生的 这样的话它这里是戒生死 戒生死我们要知道它的心态是哪些心态上面 下面这几个要对应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麻烦 所以今天所讲的现在我们八识当中 只讲了三个死 一个是相续死 一个是同地死 一个是戒生死 然后我们下面算哪些欲解的心 产生什么的时候呢 有没有戒生死 有没有什么相续死 有没有什么同类死 这个时候有点本来精神不太正常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高善反应 如果聪明一点的话 这个时候就更加有力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更加有力了 如果这个时候有点迷迷糊糊的话 就更加迷迷糊糊了 那就自然而然睡着了也不知道 所以希望我们八个时候的 前面十二星要记住 十二星记住的时候 八识的心态要记住 不然前面这样的十二个星和 然后这里面八识吧 这两个互相对应的时候 有时候往往的刚初学者 《俱世论》的刚初学者 很多在这个时候人发表 然后到别的地方去 开始要盲修下念 有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的 他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俱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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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世论》